艾美懷斯逃不過27魔咒 英國靈魂歌手艾美懷斯 2008年贏了多項葛萊米獎 是名歌壇巨星 然而他一路走來非常坎坷 近來懷斯的狀況越來越糟糕 導致唱片公司一再拖延他新唱片的發行 他長期酗酒課要引發外界揣測 他將不久於世 果真他星期六被發現城市在自宅 他如同其他一年早逝的月潭名人 吉米罕醉克斯和珍妮斯·賈普林 得年27歲就過世 他也將如其他27俱樂部成員一樣 身名狼藉嗎 我們有上推特喔 從今天開始追蹤我們吧